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4年3月21日 今天是星期四 繼續來到星期四 今天 是農曆年的2月12日 今年是農曆年的 甲晨年 上一節跟大家揭露香港的快樂指數 全球排名 比中國大陸還要更差 當然快樂 可以是有主觀的成分 但是絕對 跟客觀的環境是有關的 這一節我們要繼續 揭露香港 香港真的是相當之無恥的 這一節要揭露的 就是香港警察 黑過是墨汁 不是說是運氣的黑 黑是黑暗的黑 黑社會的黑 因為 這種案件 正正是警署警長 是掃毒監守自盜的 你說香港夠不夠黑暗 香港夠不夠 每次都是 我都沒有 你還不是說 有國安法 Personally 我都沒有被人家在家 그거是悷癩的黑 你III manual 中國人家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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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be user 如果中國人家在家 中國人家在家 大家都可以 それ可以 讓學生 自己在家 中國人家在家 中國人家在家 中國人家都可以 香港 有兩條 你說多可悲 這節我們繼續詳細和大家探討之前 請大家記得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繼續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基礎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男士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記得星期二日報 還有星期二新聞集團 請各位 記得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方法很簡單 請繼續打開我們本台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再播放 再加手動點擊 就是這麼簡單 敬請各位 記得幫忙支持 好 經濟能力許可聽眾 希望你繼續訂閱Patreon支持我們 最近我們由於要維持Youtube 滾動 所以我們也將多了節目放在Youtube 變成少了Patreon節目 但是仍然請 各位訂閱支持 我們會把部分節目放在Patreon 先放在Patreon獨家優先 沒有辦法 因為我們要平衡兩邊的狀態 請各位記得安裝VPN 上一節跟大家說 香港快樂指數 跌到 全球排名 年輕人指數跌到 全世界排到第97 跟很多 你 挺難想像的地方是排在一起的 包括伊朗 巴勒斯坦 看看香港就是做甚麼 香港跟你說 有國安法很安全 又有23條立法 看看到底發生甚麼事 2020年這個警署警長 就是掃毒的時候監守自動 2020年是甚麼時候 2019年 時代革命剛剛爆發了一段時間 社會 暫時 抗爭和示威 減弱的時候 再到了2020年 是再有國安法出台的 國安法 就跟你說香港 行運致遠 香港的警察 就是監守自動的 黑過墨汁 說了那麼久了 根本沒有抓過任何一個警察 警察 在2019年 基本上是犯了所有可以犯的法例 一個這樣的地方 真的可以用 垃圾形容的 結果這個警長更加是襯亂 是自己 在這裡 自肥的 當時由於 這個反黑組 反黑組也是等於黑社會來的 可能有些新聽眾 以前沒有聽我們節目 不要緊 我才告訴你 香港 警隊的反黑組 基本上等於 跟香港的黑社會接近沒有分別 一邊 好像是白 一邊好像是黑 其實 反黑組 那種行為模式 基本上就跟黑社會徹底沒有分別 而且更加 是叫做裸正派 所以歷來 反黑組 在警隊裏面 做事是最大膽的 因為當正自己是黑社會 所以當年的 漆警案 也是一班反黑組 看看當年的漆警案的話 真的 覺得他們相當之不值 因為 還要 假裝有法治 然後被控告 今天的香港除了這個 叫做 斯坦冰毒 還要在2020年的時候 國安法還沒有 這個時候 警察以為自己大了 什麼都做得出 有了國安法也沒有用的 國安法通過了 有那麼多警察犯法 你有沒有見過國安 拉過任何警察呢 其實是沒有的 即是說 整個香港的國安法 藍絲的朋友 聽清楚了 國安法 和23條立法 都是用來拉市民的 覺得 有法例香港很好 那些人的腦子 是有問題的 麻煩你驗一下自己的腦子 其實藍絲有很多 都不是真的那麼蠢 有很多很聰明的 一見到水色不對 賣樓了移民 為甚麼香港的樓價 不會因為你切辣 就大反彈呢 原因就是這裏 因為其實藍絲 現在對香港 是極不信任的 藍絲 在2019年被你腦點了 叫你支持警察 但是盲的人也知道 盲的人也看到了 所有人也看到 警察徹底失控 你叫我出來支持你們維護特權 維護你們自己的特權 他們怎麼會這樣做呢 所有人也知道留在香港沒有了前途 尤其是如果那些 純粹 是計較自己個人得失 計較經濟利益的男士 更加知道 香港現在這樣留下來 是毫無前途的 除了大量做公務員的人之外 因為他們很多 是在等著拿長糧 除此以外 其實任何人都知道 本身你做公務員 都知道了 大家 這個跟夢想沒有關的 只是跟隕石有關 如果你說想 去乒乓 可能 想踏上社會的另一個階層 其實你想去發展 大家都知道了 基本上你留在香港 做政府 是沒有得發展的 除非你做無恥的建制派 但是香港當今 你做建制派不單要排隊 論資排輩 還要看你家裏你老爸是誰的 有一班人以為自己現在可以上位 例如工聯會的陳詠欣 以為自己 可以掃低以前的建制派 成功上位 你就想了 想得太微 所以為甚麼香港的藍絲 其實走得比黃絲 因為黃絲 如果你真的說得白一點 其實他們 是比較有理想 比較有理想 不過我講的是心亡 不是淺狂 比較有理想的人 就是你可以說 比較蠢一點 不是在踩著大家 應該說 是比較願意付出更多 去尋求夢想的人 這些人很多時候都會被人說是蠢 好了 我們可以做的是甚麼 是證明給全世界看 你的堅持是正確 這是最好的證明 這個世界有很多很厲害的人 很多成功的人士 他可能大半世 都被人當是傻瓜和蠢 所以大家有時候不要太介意 以為自己 很聰明 每樣東西計算錢 計算租金 計算回報率 計算投資 是不是 十足十 走入銀行 的闊帶一樣 這樣是沒有用的 這個世界 實現夢想的人從來 都是一些 被人指稱 好像很蠢 很傻的人 是不是 為什麼要發明那麼多東西 做愛迪生 是不是 為什麼要破世界紀錄 為什麼 好地地 有份工不回 不做金融 走去做飛機師 做賽車手 為什麼 因為夢想 是不是 又要記住了 虧錢 是這樣的 夢想一向跟錢 其實是相反的 大家一定是矛盾的 現在香港是甚麼狀況呢 是無論你留下 恨錢也好 錢也無 夢想也無 自由也無 正義也無 你說得出的東西 一個人 正常想要的東西 全部都沒有 你說藍絲走不走 當然是走啦 走了又不代表你放棄 其實我們 很多人 其實繼續很期望 中共倒台 還有講共倒台 又不需要放棄 反正現在 那麼多人在英國 那麼多人加入軍隊 可能遲些 中國大陸 革命大爆發 你跟我也不知道 到時候有義勇軍 想回香港 大家學習 駕駛飛機 駕船 到時候好像 2019年的家長那樣 不過這次我駕駛貨輪送你回香港 你們喜歡做甚麼就做甚麼 我不管了 到時候 自然 有專業人士 去做一些專業的事情 說遠了 香港現在 再補充 香港 這宗案件 發生在2020年 現在的藍媒大字標題 說香港 發自 陷入危險的地步 香港現在又有23條 又有國安法 既然是這樣 為甚麼 你不控告警長叛國罪 22年監禁 23年監禁 不夠的 索性無期徒刑 這就叫做維護這個地方的國家安全 誰知道他背後 是不是美國間諜 故意在2020年要抹黑香港 抹黑警隊 令警隊蒙羞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裡 全新的維護國家安全條例 基本法23條 立法 基本法 第23條 立法的 23條就到了 大家記得 如果保障你們的 個人私隱和網絡安全方面 你們可以選購我們的VPN 謝謝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居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由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運金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啦 所以 價錢 不是很貴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或者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著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發達到黑池的車站 我們會進去打包裝 我們會用刷子機的電子 好多一點 8米